HELLO 各位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沒有錯AIC世界賽正式開幕了 我們今天直接帶來第一場開幕賽 重量級啊 神仙打架啦好不好 2021年AWC世界冠軍 Talon VS 前世界冠軍 MAD 那這一場的看點在哪裡 MAD沒有錯 重組了 他們原班人馬都沒有變動 就是宇宙、Kato以及柏柏、Nissan22 還有Kuku 那原本人馬都還是留著 只是他們這一次 補了三位以前NOP的選手 也就是 中路韋韋、打野、Zan 然後以及邊線Kawai 那時候以前MAD打得非常兇的這三個人 配合上 之前比較喜歡以保到後期 由Nissan22為一個主攻點進攻點的 MAD到底會插出什麼樣的火花 不知道我就說馬上給他看下去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 選角的部分 藍方呢塔龍首搶了超人 我覺得非常合理 那可是呢 紅方沒有錯 紅方就是會選一個Counter Pick 他們選了什麼 星葵以及瑞克 來去Counter你這隻超人 不管是星葵、瑞克或是拉茲啊 這種角色 都是可以來去做Counter超人的這個點位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整個架構啦 架構起來我個人覺得 以MADTIN這邊來說 他們前中期會來的比較兇 因為他們有什麼 伊格、葉納、星葵、小丑、瑞克 沒有錯 之前中期的角色 所以呢 以今天MADTIN來說 他們前期一定會打得非常的兇 但是呢 以左邊來說 就很明顯了 他們是想要打一個什麼 戰惡 沒有錯 他們到後期的時候其實會蠻強的 以後期來說啦 MAD的小丑到大後期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他會變得比較發力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塔龍他這邊出了三隻戰士 你看他的輔助超人 一定全坦的 然後打野、艾蜜莉、半坦的 夜叉也一定是給他撐那個什麼 坦莊、坦一大堆 到大後期的時候 小丑 當然他在前期的時候會非常的痛 但是一到後期 敵方戰士的坦莊撐起來 其實他就變得比較難輸出了 所以以今天呢 塔龍就是盡量撐到後期 那以MAD來說 就是盡量在遊戲中期的時候 趕快把遊戲結束掉 現在立刻 進入到我們 實戰解析 來首先一等第一波 你看這個一上一搶二 有沒有 他們就直接往前攻 這一波會造成什麼樣的情形呢 來首先 我們按一個暫停 一格他一等的時候 跟拉茲比較起來 他清線速度就是比較快 我清線速度比你快 我會優先上到二級 我們現在是以 單人中路對崩的情況下 拉茲一定比一格清線清等慢 你新手權就不存在 對吧 一格今天只要一上到二級 我就是直接貼你 中路消耗一波 我就直接進入到你野區了 你野區就會變得很難受 甚至是我直接來去跑資源了 對吧 我就直接來去 可能去下路吃個林鳥 或者是去凱撒路 然後棒一下自己的隊友 可是呢問題就是 塔龍他們今天已經想到了 我今天就是直接超人來去中路 幫你速推清兵 清一波之後 我二級把你血線壓掉 一格被迫一定要回家 因為他只剩下半條血 情況就反過來了 我超人可以來去探視野 看你什麼開 然後甚至是可以配合我的拉茲 來去清你的小野怪 變成是說我有優先視野權 我視野權我是優先的 我就可以踩出去了 就因為他們前期超人來去中路 速清兵 他也可以幫他自己的隊友 自己的打野 清一下自己的野怪 都是有機會的 所以在前期的時候 會有一點小小的細節 這個東西做得非常的好 你看有沒有 他這個中路的這個視野權 直接變成是塔龍的 塔龍就是直接踩死 我就不讓你過來 然後他這裡就已經看到 星葵攔開 OK 非常的合理 通常啦 以現在這種掉線來說 職業比賽呢 通常都會掉線 我射手位就是直接放到卡薩路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不放到卡薩路的話 敵方今天就有機會他可以攔開 他就可以來去 搶塔殺你 對 如果你是在另外一邊 你是在魔龍路的話 你是以正常的EU來去執行的話 你就很容易會被塔殺 所以他們今天就是基本上 職業比賽 射手都是直接掉到上路去的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個人認為 因為 MAD這邊選的就是 前期就是強 我四五支 你看葉娜直接做跑線了 就是覺得就是 這個龍絕對就是直接吃了啦 完全沒有問題 那這個 塔龍呢 通常以第一波龍 其實並不存在 說什麼 魔龍 什麼 一定要優先吃啊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其實並不存在 而是說 你今天靠近哪一邊的 你就趕快把它Rush掉 你有視野權的 你就趕快把它Rush掉 像剛剛呢 MAD就是因為 我有視野權 我先 我先踩在 欸等一下是中路 哇 中路是被 蹲到了嗎 好像是被反爆一波吧 有點可惜 可是呢 以剛剛那個情況來說 他們開那個龍是絕對合理的 只是現在 葉娜因為被抓掉 所以 塔龍這邊直接入侵藍區 合理 合理 現在節奏呢 有點在塔龍那邊 但是 就是 我個人 哇 它是 我知道人在 這個 Eraise Eraise 的書 怎麼 這麼準啊 哇 它沒有視野耶 太扯了吧 這如果再打敗 會有 這就是 有 開的嫌疑喔 但是 他們這邊呢 下路 如果在手的話是會死的 那時候直接打凶一波 然後因為剛剛上路呢 葉娜 這波 你年輕人超級很漂亮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 來 在這邊的時候呢 雖然Made Team的人員 被剛剛那支書的盲鞠給鞠到 導致說我的中斧 我的斜線並不優良 但是呢 這個時候 他們知道一個資訊 敵方超人沒斜人 林昌哥剛剛是 對崩了那支超人 然後那支超人 只剩下一格鞠 再來是什麼 你看到上路 葉娜呢 他一清完線之後呢 他就直接來去 看到什麼 敵方上路兩支 我眼眼瞬勢直接下來 就算我血線殘 照樣打 酷酷直接硬扛 然後二技能開好 漂亮 人數上有優勢 就是直接導致說一個 像我血線 並不是到很優良 但是我的瑞克 還是可以開二技能無敵嘛 然後一瞬間 形成了什麼 4打2 直接變成4打2 因為你超人 你根本就是沒血了 你出來就是送頭 沒什麼兩樣 然後 可是我葉娜 在上路又看到你 野凱雙人組在上路 我就直接 瑩瑩就直接攻了 他這個攻得超級無敵漂亮 他這個攻得超級無敵漂亮 打胸 然後又是非常合理的進攻 OK 這個夜叉是比較晚喔 這個夜叉比較晚喔 搶不搶得到 沒搶到 但是那個艾蜜莉應該是死定了 欸欸欸 欸 完了 失誤了 有點尷尬 有點尷尬 那032要往後退一下 032要往後退一下 但是夜叉照樣被留住了 應該是有機會把它給帶走 這個怎麼 怎麼畫面跳了一下 什麼東西 導播 畫面怎麼突然死了 但是夜叉是成功 夜叉是死掉了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月叔叔安快轉 是他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跳了一下 我不知道 但是夜叉是掛了 那像現在這個時期呢 就是沒聽牆的時候 他們現在呢 角手的威力一定很夠 超級 輸出轉 輸出絕對很夠 然後星葵就是痛到爆 瑞克這邊 位置有點差 但是前排又被夜叉給留住 這個戰場有點被卡開了 哇 這個NTNZ 卡得有點漂亮 然後Tony的超人也玩得非常好 但是 林桑克在秀 再一個一技能 哇 在秀欸 轉中 硬卡他 硬卡他 對 硬卡他 硬砂 漂亮 直接帶走 再一個凝霜 哎唷喂唷 哇 這個配合 哇 短短一個月吧 我記得他們只團練了一個月吧 魔盒的今天是好 然後再轉下 漂亮 然後先回補 等一下隊友 收個野回補 完美營運 完美完美完美 這個 一定回來了 欸 對面很強欸 對面是塔洞欸 全世界冠軍欸 你知道塔洞 他們在這一屆 創下了一個創局 就是他們在越南賽區 越南賽區很強 他們在越南賽區拿下了20連勝 20連勝 然後他們冠軍賽的時候 直接把那個VCF 就是他們的第二種子隊 4比0 4比0 超扯 他們超強的 結果 前中期 沒聽達的有聲有色 有聲有色 非常漂亮 恩 不過還是被他拖到了後期 他夜上一直在做分帶 有點麻煩 對 他這邊 少了分帶的角色 但是這邊蹲點 恩 不太好 哇 拉茲失誤了 拉茲有點尷尬 他這個 大閃的距離沒有拿捏好 這邊硬逼 很可惜沒有擊殺掉 如果擊殺掉的話 就有機會移撥 那你看剛剛這邊 剛剛這邊呢 Kawaii有沒有 就是他故意做撤退的動作 然後躲過敵方之後 一扭掉之後 超人跟艾蜜莉位置變突然超差 然後就直接往前攻了 然後配合酷酷一路往前灌 然後032在中間 不停的進行輸出 有沒有看到 這邊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 N-Race跟 iPad Pro 就是那隻拉茲跟那個鼠 全部眼睛都在看032 這時候拉茲做了一個 把他閃 問題就是 他沒閃到 來你注意看 有沒有 他沒閃到 因為 因為按了大絕 然後導致說他往前去 我看一下 好啦 那應該不是 iPad Pro 15 我以為是他15 結果 算是 怎麼講 幸運 好不好 幸運女神在我們這邊 幸運女神在032這邊 他剛好按到 因為剛剛那隻 他這隻躲在草裡面 他看不到 所以 沒事 這個機會來臨了 對不對 好好把握住 然後這邊做一個 一樣是 假裝撤退 但是做了一波蹲點 可是 完蛋了 不好點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後期 後期開始了 他現在 那個戰士 但是 戰士變得有點太硬 戰士變得有點太硬 這波是逛不進去的 血腥太慘了 雖然我這邊帶走了 你三顆人頭 但是 也沒辦法來講 因為血腥太低 然後兵線也不好 可是剛剛那一波 那一波讓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到後期的 那個塔龍的那個三隻戰士 你剛剛有沒有發現 他們剛剛 一瞬間灌進去 結果 我炎盾一打開 那個艾蜜利炎盾一打開 他根本就不會死 他撐超久的 他撐太久了 032冠了他一整套吧 不停的狂欸 但是 到後期就是會比較乏力 這個沒有辦法 這是角色的問題 好不好 這是角色的問題 就是讓他們順利的拖 讓塔龍順利的拖到後期了 不得不誇張他們一下 就是 他們中期的時候其實 有點逆風 其實有點逆風 只是他們還是順勢的 拖到了16分鐘 15分鐘以後 他們就有優勢了 慢慢的他們就有優勢 因為坦克的裝備起來了 我們是以下路來去做布線 那母屁這個點位 視野權在他們這邊 可是母屁的位置變很差 五個人一起擠 五個人一起擠進去 留他 留不 啊 留不住 他還有炎盾 但是他還是死了 很好 但是拉茲的位置 要小心 超冷 你跟拉茲超冷 拉茲沒有E閃 他有R閃 他有R閃 硬怪 他都倒了 但是他骷髏背開 復活甲有沒有機會 跑掉 輸不要直到 拜託 Woo 平心形賽平 謝謝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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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完了 好 又再拖一波 他真的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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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哇 他怎麼那麼強 他在秀欸 欸 我跟你講他拖了一大堆的時間 他拖超久的 這下 這個視野權變成是塔龍那邊了 塔龍現在可以優先站出去 因為 剛剛 倒掉的都是Mating的成員 然後秒數上面也有差 對 所以現在視野權 等一下會在塔龍這邊 有點 有點堪憂 這個凱撒 我覺得要去搶 你不去搶 會出事 要去搶 搶搶看 搶搶看 沒搶到但是 還行 我跟你說還行 還行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坦克倒了 他坦克倒了 他足坦倒了 導致說他現在呢 對他不可能出來 他那個龍應該會被清掉 他那個龍會被清掉 可是呢 問題就是 剛剛如果Mating有搶到 我跟你講 兩個情況 如果Mating剛剛搶到 贏定了 因為為什麼 他們這邊有虛疾症 然後 其實你可以把人 人給卡開 情況就是龍一出去的時候 有沒有 到塔那邊 瑞克跟秦瑞就直接切進去了 對 然後其實 其實是什麼 薄薄的那個伊格 又康特那個鼠 就在後面丟大絕 丟他臉上 然後小手點塔 就有機會 然後還好的是 雖然他們吃到了 雖然被塔龍吃到 但是還好的是 艾蜜莉倒了 所以導致說他們沒有辦法攻 有沒有 這邊 對 他們沒有辦法攻 導致這個凱撒變成是 吃了也沒有用 欸 好像也出去了 露頭 哇 完了 哇 哇這個超人 哇 哇 完蛋了 哇 遊戲結束了 遊戲結束了 六顆會被跟死 超人直接一個 阿啊是不是沒有算到 超人的瞬移啊 有點可惜了 有點 有點可惜了 有點不小心 這個是已經結束了阿 因為他們下樓就一直推 然後 這顆已經會被流死了 啊!!! 怎麼會這樣 怎麼這麼突然 那MVP就是那個超人啦 因為超人最後面推 把人給流死了 太突然了 我不能接受欸 太突然了吧 怎麼會這樣 可是我必須說 從組後的MAD 很強 我只能這樣講 他前中期都是打贏的 雖然角度上 在前中期就是有優勢 但是他前中期真的是 打得有聲有色 雖然有些小細節的地方 好像被塔龍給抓住 但是 人家世界冠軍欸 泰國 20連勝的隊伍欸 很強欸 可以打成這樣 我覺得有欸 我覺得有 必須說啦 神仙打架 神仙打架 這個前中期的那個 互相PK太漂亮了 然後 不得不說 其實在中期的時候 我一度以為MADING穩了 就覺得說MADING贏定了 MADING贏定了 結果 塔龍就是可以一直一直這樣子 拖時間 然後把你的人給打拆 然後拖到他們一個舒服的時間點 導致說那些戰士 變得很無敵喔 但還是感謝這個 MADING跟塔龍給我們帶來這麼 這麼 欸不對 他們還有一場 欸還有一場啦 還沒輸啦 是勒 唉唷 我們現在可以走內 看下一場 看下一場 MADING BUS